美国非洲裔男子因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仍在持续 近日,美国一位网络视频博主郭杰瑞向记者介绍了他在纽约的所见所闻 现在在纽约每天下午开始游行到晚上八点 晚上八点你毫无有消息,所以不可以合法游行 每天白天的合法游行有差不多几万人 差不多大家到处走一走,一直说No justice, no peace这样的口号 郭杰瑞介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还未结束 大量聚集的人群会对疫情防控造成不利影响 但目前具体数据还不得而知 此外,游行示威的人群对商户经营造成影响 不法分子打砸抢的行为也带来安全问题 由于还没有复工,但是现在我们又晚上八点消息 所以很多餐厅需要早一点关门,应该影响很多餐厅的生意 最近餐厅的生意本来很不好 那纽约白天还好,大部分人都很和平 但是晚上很多和平的人都回家 没有回家的,很多人就想做坏的事情 比如前天,很多人出销了纽约很有名的国务中心叫Macy's 截至当地时间6月3日 抗议示威活动蔓延至全美至少140个城市 白宫外竖起铁网,多地部署国民警卫队 在郭杰瑞看来 多方面原因导致了此次抗议示威活动持续发酵 主要是因为全美国都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全美国都有警察暴力制法的问题 在美国,我们经常有这样反种族歧视的犹新 以前有好多次,一般都是和平,但是这次很暴力 觉得主要因为是第一,一直让大家三个月没有工作一直在家里 这会让很多人特别疯狂 第二,我们的总统经常说一些种族歧视的话 很多人不满意 第三,媒体 特别是社交媒体 让人只看到他们自己想看到的 没有很客观了解下一个问题 这会让人变得越来越极端 对于抗议示威活动,郭杰瑞认为,打砸抢的行为需要被制止 但和平游行有助于让更多人意识到种族歧视问题 并进一步找寻解决方式 我觉得他们要让更多美国人关注美国警察暴力制法的问题 关注美国种族歧视的问题 但是他们没有拒绝的方法 我觉得白天和平游行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美国人觉得美国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或者这个问题很少 所以需要他们知道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